上期我们说到了金日成尝试邀请梵蒂冈的教宗来北朝鲜这事告吹了以后 应该说外交的处境更加孤立了 进入这个90年代 等于是他生平中第一次尝到了一种挫败感 而且到了91年的刚一进这个91年 中国就告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内容就是说苏联已经跟韩国进行了外交的协商建交了 东北亚势力结构也将产生重大的变化 那么中国为了阻止未来的局势对朝鲜更加的不利 或者说应该说东北亚形势将要重组 所以应该说很多的状态将来会对美国越来越有利 那么就中国也要决定跟韩国进行外交这个关系了 假如说跟韩国建交了 那么中国就觉得你像这种韩国先加入了 那么中国在法律上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要认可了他了 那你支持的北朝鲜怎么办 所以他就觉得你北朝鲜也应该赶紧申请加入联合国 然后我才能跟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另外呢就是也建议啊你这个朝鲜劳动党啊 你把那个什么两个朝鲜啊 就是不断的就分裂这种这种政策啊 不要再宣传了 就是赶紧加入联合国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一直没加入联合国啊 一直是今日成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要承认了 或者我加入了啊 就等于承认了现状了 就是两个国家已经彻底永久的分裂了 所以呢坚决不同意的 不久以后啊 这个苏联的大使也提出了同样的这个提议 当时今日成就觉得啊 这这这这这简直就是你们这些帝国主义 把我们弄的这个两个朝鲜的这种阴谋 你们反而去支持了今日成爆跳舞 但是啊 他的儿子金正日却觉得 这个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了 嗯 所以啊 那应该说就只能认了 但是这儿子也知道啊 想说服自己的父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是那个当时的苏联大使啊 那叫什么来着 谢尔 谢尔纳 谢尔大卫斯 白内人天天听这名啊 我一说到名啊 我就弱智了 朝鲜这时候啊 并不接受这个中国和苏联的这个提议 所以呢 这个两国关系啊 应该说三国啊 当然是国与国之间吧 这这三个国家 嗯 对立就越来越具体化了 苏联和中国啊 都觉得啊 你们这个朝鲜同志们 你们应该冷静 好好看一下现在的世界局势 这个91年9月啊 这时候召开了一个联合国的总会 当时呢 这个韩国和美国啊 就已经在这个尝试着让这个韩国进入这个联合国了 而当时呢 中国和苏联啊 就是等于无条件的站在了这个朝鲜的这一边 反对 不行 说呢 你还不领情 你还跟我这么打 我已经多向着你了呀 我现在就是让你啊 你得认清局势 对不对 完了呢 这个中苏呢 也都表示说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哎 完了我们呢 就去跟这个美国协商去 这样呢 你就等于朝鲜和这个北朝鲜和南朝鲜 同时加入联合国 这样才行 另外呢 我们肯定是保证什么呀 先让你进 因为我也跟你说一下这个不利的条件吧 万一如果说人家韩国进来了 那那样的话呢 韩国就成了你们这个半岛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了 那如果那样的话啊 人家完全可以阻止你北朝鲜再加入联合国 另外呢 比如说 你要是那时候在他后边申请 人家美国可以行使否决权 你想尽都没戏 就是已经把利弊啊 都跟这个北朝鲜一一道出来了 90年9月就这个呃 叫什么来着 谢尔瓦德奈泽对吧 访问朝鲜 完了呢就跟他说 我们跟韩国已经建交了啊 我天的金日成啊大发雷霆 最让金日成更生气的什么呀 苏联居然说了 就是你们两个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事别再拖了 这个儿子金正日啊在这一年的十月进行的一次南北高峰会上呢就向韩国说 说这个我们呢呃得用一个名义加入联合国 就是说我们是南北韩 哎就是我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名字 这个就要一个席位就行了 我们加入这个联合国 那意思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嘛 直接遭到了韩国的反对 应该说啊就是北朝鲜这么坚持啊 当时中国也忍不住直接也翻脸了 所以啊后来这个朝鲜等于在这方面的最后的尝试 这尝试就算是宣告失败了 当时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呃主席呀是这个所属国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马尔他马尔他 这个九一年五月呢这联合国就发出来一个通知 说我们的那个外交部长将以联合国主席的这个身份来访问你这个北朝鲜 我们想见见这个金日成 希望呢就这个加入这个联合国这事啊 呃我们做最后一个理清工作 于是这个朝鲜的外交部啊就又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这个作者啊太永浩啊就被指定为呃这个外长的随形翻译兼导游 应该说啊从那个时候起政府的所有所有事才是真正的按照儿子金正日的这个意思开始进行了 不久吧这个金正日就给这个外交部下了一个明确的指示 说这个领袖大人做了这个决定了 同意我们跟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但是呢我们要跟这个中国和苏联那儿啊 呃找到一个补偿 另外呢就是他们两国必须保证 让我们跟这个美国也得建交 然后呢我们再以观后效 九一年呢这个五月二十七日 这个外交部呢就发了个声明说呢我们愿意啊呃加入联合国 这个在北朝鲜啊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这个宣传问题吧 也是他们的一个政策制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内部啊一直就是你要这么做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矛盾 因为呢这就是在他们从小啊这个就宣传的教育 受的教育里就是说如果加入这个联合国 那就象征着这个半岛已经永久的分裂了 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那个所有人 哎这政府人也都知道 如果你让韩国人加入对吧 人家美国直接就可以把你给否了 那你就等于是一个不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了 于是呢这个在这个北朝鲜啊中国和苏联啊就三方就关于这个申请的顺序上开始了这个谈判 这中苏呢就一致的都跟这个朝鲜就表示了 说啊 人家美国呀只是口头上答应你可以加入了 人家实质上啊没给什么保证 所以啊你赶紧的交赶紧的交完了以后啊 趁着他现在还有股热乎气啊 他同意了 我们哎这时候给你帮你卡着这个韩国不让他加 人家那边让你进了我们再让韩国进这还不行了 于是呢这个金正日啊就赶紧跟他父亲金日成报告了 这个金日成啊起初还是暴跳如雷一通的乱骂 直到啊这个金正日啊这个强强后后啊跟他说了一下再把这局势也跟他讲了 一切后果也跟他讲了 金日成这才叹了口气 不得不表示统一 所以到了7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北朝鲜等于是突击的啊 就赶紧跟联合国递交了申请书 抢在韩国之前 这个速度快的啊快的到了韩国和美国都吃了一大惊 到了这个8月份啊 加上这个联合国理事安理会的这个推动吧 总算是 这两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9月份8月开始提案 9月份就全体通过 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世界 韩国这个也是 哎呀那反响可热烈了 可是呢 在北朝鲜 就一条短短的几行字 简短的报道了一下 就算是把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信息 告诉了朝鲜的老百姓 这个老太啊 哎你能不能待会再弄啊 你那声音我全录进去了 这个老太啊 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是至今呢 仍然 想不明白 就是当时 你想啊 是韩国 在积极的先提出来 并且倡议的 就是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 可是呢 他们是等到了北朝鲜 先交 他们才交的 他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他觉得呢 是不是因为南朝鲜啊 一直就不愿意承担 说是我造成的这个半岛永久分裂的这个责任 反正啊老白承认当时他们那个外交部啊 当时可闹心了 特别怕这韩国啊 先递交上去 哎呦就加班加点啊 赶紧弄这些东西 不过啊 也应该承认当时的这个卢泰宇政府啊 其实他的基本外交政策一直就是北方外交的 也就是说呢 要跟这个韩国一起 哎 这个 嗯 或者说南北韩吧 就说促进这个叫什么 友好啊 起码就说和平吧 不过啊 应该说这个后来啊 就关于因为这个核武这问题吧 这美国就一直是不大得意 就你呃 卢泰宇你那再怎么着啊 美国这边并不是分鼓励 这儿子金正日啊 是绝对同意这个南北韩同时入联合国的 但是呢 他当时呢就要求啊 你中国苏联 你必须保证我跟美国也建交 哎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爸爸金日成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 就是南北韩必须是交叉承认的 你认他你就得认我 那你 你都我都进联合国了 你跟韩国是这个有外交关系 那你跟我就得试啊 在这个北朝鲜的教科书里啊 一直都是反对同时加入联合国的 就是意思我不接受两个朝鲜 在这个教科书上呢 就在叙述东德西德的时候啊 也是一直宣传的是这不是两个国家 这是一个特殊关系 一个民族 哎 两个地区 哎 就这么这么解释的这种关系 但是呢 这个南北韩呢 跟这个德国呀 又有一些不同 就是这个南北韩之间这个分界线啊 和他这个完全是没有一个休战状的协议的 等于说没有真正停战过呀 这你让这个政府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呀 是吧 我这个不是两个国家 哎 是两个特殊关系 怎么说呀 那你都教育了这么多年了 后来是直到什么时候啊 都加入了这个联合国了吧 呃 后来就等于两个 韩 等于签订了一个 南北之间化解和不可侵犯 呃 交流与合作的协议 这么一本书 呃 这么一个协议 叫南北韩协议吧 咱们就这么说吧 就这个 这个协议 才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里边 也是这么说 我们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是以统一为目标的过程中 临时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 让这个其实外交部他们这帮人啊 就觉得这有一点就是已经病好了 完了才开出的一个药方的那么一种感觉 剩下的问题啊 就是想跟这个日本还有美国建交这个问题 就是想让中国和苏联支持他们 完了在里边撮合 或者说呢 压着这个美国和日本跟这个朝鲜建交 应该说呢 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京城不是一直说了吗 这个南北交叉承认吗 这种事 呃 但是啊 这时候呢 不是因为苏联已经跟这个韩国已经建交了 再加上呢 说苏联啊 那个整个管理已经乱七八糟了 马上就要崩溃了 你想 所以一直对这个朝鲜提出的这个建议啊 或者说要求吧 一直反应特别冷淡 而中国这边呢 就说 哎呦 你可不知道 我费死了 老近了 已经全力以赴了 可人家不愿意呀 我也不能够绑着人家跟你说跟你建交吧 其实啊 就是等于在这个南北协议签订的那一个月 同一个月 苏联等于就解体了嘛 所以呢 苏联也不再是朝鲜的可依赖的一个靠山了 而那个朝鲜也认为呢 你中国在这个美国和日本建交这事上 也没帮上忙 哎 你有点那个 立场不够坚定 所以啊 这个金家父子俩啊 都觉得这俩靠山 谁都靠不住 尤其啊 在他们园里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中国呀 更可恶 居然现在啊 就跟美国穿一条裤子 站到同一阵营里去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时候开始 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就是你朝鲜 你啊 先给我把这核武的事先解决了 否则 就是你跟美国建交的事 提都不要再提了 这对于金家父子来说 就像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好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